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传球队员自己都被逗乐了 他这边机会不错 空间很大 张瑞 姚伟 已经代球来到了前场 有机会吗 刚才很危险啊 幸好断下来了 索菲亚雅各布森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塔内里德 非常及时地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犯规了 认一球 他这边没人防守啊 看看张瑞的处理 往说 很早就打破将局了 这状态来得非常快啊 来 看看进球的回放 让他在这样的距离拿到打门的机会 是必然会受到惩罚的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0 卡罗林 赛格 洛尔福 边路一片开阔地 哎呀 这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快啊 往说 看台上一片高呼 希望他直接射门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防守队员啊 选择把球踢出了边线 想要找包超的队友 这是传球失误了吗 掐灭了对手的攻势 拿回了球权 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啊 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边线球 讲回了球权 他们能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呢 卡罗林 赛格 能追平比分吗 索菲亚亚格布苏 打平了 双方打平了 精彩决论 而且这个结果啊 真的是很难预测了 球一直就在他们进区内 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能消除威胁 当然最终会付出代价的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这个拼抢动作有点大啊 但是主策班根据比赛进攻有力原则没有吹停 裁判没有照响 比赛还在继续 球还在界内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特纽斯 球被拦了下来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但是防守方啊应对的很好 抢到了球 不是发生啊 门将的球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传给了亚格布苏 他们并没有急于向前推进 而是利用传切倒角创造机会 根据这个进攻有力原则啊 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吹停比赛 这张黄牌是追加的 这样的判罚 既保证了比赛的刘畅都有 保证了犯规队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球不多不少 刚好队友也拿不到 接外球 马克达雷娜 阿里克苏 和德维格 林达尔 卡罗林 赛格 中国女组弄丢了球权 赛格拿到球 防守队员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哦 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 球被断了 他们的努力在最后一道防线前被打断了 连恩在继续向前带球 双妹子往上拿球 好机会 漂亮的扑救 好的 前场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看看张瑞的处理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好球 他们现在再度比分领先了 比较精准的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虽然做出了解围 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 危机依然还在 球朝着平抢万归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非常危险 这个任意球发得很好啊 可惜是碰上了这个门枪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分钟的上停步时 脚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威胁还在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适休息 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 双方已经继续在奥林匹克球场展开下半场的争夺 双方交换球权 对手现在控球 阿斯拉尼 卡罗林赛格 约纳安德苏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他现在可以在边路好好策划一下 进去那直接倒地产球 咱把哨音响起犯规了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 张欣 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 这角球想找的是后门中的队友 皮球被防守队员解围了出来 警报解除了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他朝着球门一往无前就去了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他能扳平比分吗 你感心吗 这种球资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发那么大力啊 就是啊 要准备换人喽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这是在锈脚把呀 王双的机会来了 非常漂亮的射门啊 可惜是毫里之差 高出了横梁 卡罗琳赛格 卡罗琳赛格 三半名哨 一次很明显的犯规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布莱克斯特纽斯 拿球进攻 看看这次船中效果如何 船中被对手拿到了 王珊珊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啊 王双得分的机会 又一个 他今天完成了帽子戏法 这帽子戏法先生 脸上的笑容啊 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 把今天战组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映了帽子戏法 一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平抢犯规 这个人一球 我看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 人强直接挡住了绝大部分角度 这条射门没能进去 这门是打出来了啊 但是这个效果肯定不是他想要的 凌空本来难度就大 没打好的情况 不算罕见吧 没错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直接把球铲断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边才举起这球越位了 跑位的队员意识到自己越位了 传球的这一项还是太早了 还有十五分钟 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 球是他们的了 罗尔福 交给了赛姆波兰特 已经进入对方腹地了 寻找机会 但是防守方啊应对得很好 抢到了球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防守方还是没有到位啊 看得很准 及时掐断了对手的进攻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一脚直塞直接打穿防线 王双拿到了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精彩的进球 比赛尾胜三球领先 可以说他们已经稳了 这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一看再看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中场事就要想了 分插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索菲亚雅各布森 索菲亚雅各布森 納塔利比云 索菲亚雅各布森 索菲亚雅各布森 能找到进区里的队友吗 约翰雅在先本来是一次打门的大好机会啊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机会非常好啊 球进了 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四个球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拥有一个精彩的滑缠把球抢了回来 应该能找到队友 这本来是个好机会 但他这个攻门质量确实不高 门将轻松把球没收了 对啊 他没能把握住这次绝佳的破门量级 还要再补试两分钟 克斯瓦雷 阿斯拉尼 BLACKS NEWS 出门 全场比赛结束